第十三集 老几这才明白年轻的解放军士在炸他 他根本没看见什么 更不确定有他这个老犯人躲藏在近旁 战士又瞎喊了几声 然后就关了手电 老几觉得他也藏起来了 对方肯定不想让老几在暗处自己在明处 老几必须找到对手的方位 才能确定他自己下一步怎么走 下雪的温暖随着雪停已经凝固了 老几汗室的棉袄迅速结冰 一直冒着蒸汽的小澡堂子 此时成了一个生铁桶 孤在身上又冰又硬 就在老几差不多要被冻死的时候 他听见了一声滑火柴的声音 对方把火光遮得再延 老几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 他一点不知觉老几离他那么近 就在他的侧后方 近得能闻到他止烟的味道 老几还看见这个战士趴在一个土包下 头缩在大衣的毛领子里 皮帽子的霍尔把脸包得很严实 这样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 这个战士率先放弃 他站起来往左边走了一阵 再往右边走了一阵 不久 就形成他的巡逻规律 那就是往左边走几分钟 再往右边走几分钟 此刻老几的脑子里 就是七年前 女儿单绝和他最后的对视 要是他不久之后饿死了 那他老几会好不甘好不甘 他想知道自己的女儿 现在长大了是什么样 是不是长成了一个像婉玉那样的 邓指导员和那么多不相干的人 都见了女儿 可他这个圣身的父亲 为什么见不到呢 老几掐算着那个当兵的行动规律 他自己必须要在那个战士向右走的时候 从他的左边爬过去 此刻他的四肢已经动硬 动作也被动僵了 他爬得极其的缓慢 但是他没有算错 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转身往回走的时候 老几已经爬到了他的另一边 解放军抱着步枪 朝老几的方向看着 老几也看着他 然后解放军扭头向公路方向抛去 老几胜利的突围了 戒严圈被他拉在了身后 他的两只脚在雪地上 缓慢的大幅度的一起一落 一肚子的阳下水都成了他的燃料 他开始在咽到大腿的积雪里奔跑起来 他滑稽的把脚踢得很高 高到膝盖离胸口只有几寸 再把脚深深地落回 很像后来的人们看到的灯月的步伐 还不时地碰到雪层下的勾勾看看 碰到了勾勾 老几便跌倒下去 跌倒也好 他可以顺势往前爬一阵 可不能再迟了 再迟连电影的尾巴都赶不上了 他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 又化了 这回热争气不单单从灵口往外冒 他周身都在冒白烟 再一次跌倒 爬起 就看见厂部礼堂门口的煤气灯了 这一刻后来被老几写下来 作为诗 作为散文 作为他好些文章的核心段落 那就是 他看到灯火的时候 实在是走不动了 也实在太激动了 于是他不知怎么就在雪地里打起滚来 一片灯火倒着进入到了他的眼帘 成了天上的盛事 我六十岁的祖父在雪地里打滚的时刻 那种近乎气绝的欢乐 那种无以复加的疲惫 我是能想象的 在我的想象中 他像是一个活了的雪人 连滚带爬地往场部礼堂靠近 如同史前人类那样 此刻 对于他来说 火光的诱惑便是生的诱惑 他一定想到很多 也许 想到他的一生是怎样跟妻子发生了天大的误会 把爱 误会过去了 从横渡太平洋的游轮上走来的路烟石 换上了仿仇长山 身后 是对于他不再有用的自由 他的恩娘冯一芳 和妻子冯婉玉站在岸上 一个重复另一个 一样的香云沙旗袍 一样的发际 一样的折扇 连眼睛的干枯程度都相仿 那是一个陪着另一个 期盼干了的眼睛 路烟石走到他们中间 被自己的健壮和高大 弄得很惭愧 他怎么可以在这样楚楚可怜的女子面前 显得如此高大和健壮呢 让这些女人看见自己过剩的自由和营养造成的这种后果 他如何忍心呢 在往路加的黄包车走的那一段路上 他收敛了 他喊起了胸 收住了四处放眼的目光 恩娘在朝黄包车走的时候 渐渐恢复成了原先的恩娘 委婉被动 但什么都别妄想逃出她的掌控 冯婉玉落在几步之后 几乎是跟着提箱子拎包裹的用人们走成一伙的 恩娘独霸着烟石 话太多了 全说乱了 走了半里路 才想到 她的身边是一个有妻子的人 而燕石的妻子呢 恩娘这才停住了欢快的解放脚 阿妮豆 快跟上来呀 鞋子不合适吗 燕石只好也跟着恩娘站住了 回过头 她朝着妻子摘下墨镜 大致看见了阔别在妻子身上 拉下的痕迹 那是一种小老太太的沉静 婉玉看见恩娘和燕石都停了下来 是专门为她而停下了脚步 她吃了一镜 她脸上一红 没想到自己这么快 就被他们记起来了 她的解放脚快起来 脱离了佣人们的行列 燕石忽然发现 自己的妻子 原来是有一点内巴字的 原来她有这样的步子 也不怕出丑啊 还去学体操 这就让陆燕石觉得 冯婉玉更可怜了 阿妮豆在黄包车旁边停下 黄铜的车灯被擦得像黄金 车棚也是新的 雪白的帆布 香阴丹石林蓝边 阿妮豆的神色有些慌乱 车座是两个人的呀 她不知道这两个人 该是谁来坐 谁又该被盛下 去跟佣人和行李 搭乘路边的插头 恩娘撇了阿妮豆一眼 要过好久 陆燕石才能品透 那一眼的意味 恩娘的笑容还在 可欢乐却不在了 她指着陆家的黄包车 让阿妮豆和燕石坐上去 她自己和箱子包裹 跟佣人们一起走 看着夫妇俩在车上灯盘的时候 恩娘表示 自己怎么会是那种当娘的呢 怎么会一点事也不懂呢 当儿子和媳妇的电灯泡呢 阿妮豆看了燕石一眼 希望她没有听出什么 或者希望 燕石跟自己一样 听出了什么 这样她就可以有一个人作证了 来证明恩娘是多么的无是生非了 可惜啊 燕石忽略了婉遇的目光 她需要好长的时间 才会懂得妻子目光的耀灵啊 妻子的美艳 就在那类目光里 妻子的生动和风情 都跟着那目光转瞬即逝 但是非常的耀眼 可惜的是 可惜的是 冯婉遇很少发射出这样的目光 从游轮上下来的第四个夜晚 婉遇把自己的身体准备好 被在微微带着潮湿的宝贝下 她的初夜 已经延迟了六年 可现在绝不能再延迟了 再延迟就不成话了 在恩娘那儿也交代不过去啊 恩娘每天早晨 都要在嚼瓷饭油条的时候 在燕石和婉玉的脸上寻找 看看他们有没有做成夫妻 每当发现没有的时候 恩娘总是隐隐地叹一口气 燕石在浴室里磨蹭着 她知道自己和婉玉都逃不过这一晚 她往自己的身上撒了一些古龙水 但马上又擦掉了 这古龙水的气味是她留在望达怀里的 李弄口 小范唱着白糖连心粥的叫卖 唱得惨极了 那是唱给天井里的男女听的 陆燕石听着这唱声走到床边 仿佛走到她的绝路上 好了 关上灯 都好办了 伟大的男人都是绝路上的男人啊 孙斌 吴子叙 但是 司马迁 多少男人的伟业 是源自于无碍啊 没有亲吻和抚摸 她滚在了婉玉身上 让陆燕石感到稍微有一些刺激的 是婉玉的抽搐 都说是要疼的 我真疼了 第二天 小夫妻起得很晚 他们像天下所有的洞房男女一样 舔着脸潭水 婉玉成了真正的少奶奶 懒觉 总还是睡得起的 恩娘坐在两碗冷了的泡饭旁边 问她们睡得好不好 这个世界上 失去了一个处女和一个处男 恩娘自认为 这就是她看见的 因此 她对于小夫妇睡眠的关怀询问上 是画里有画的 那就是原来呀 以为你们俩要神仙到底呢 可还是凡人肉胎呀 尤其是看见婉玉 她就更不放过了 眼睛像刀一样的 在婉玉身上滑 这下 你也见了吧 也不干净了吧 别再装着相劲如兵了 怎么快活的 谁不知道呢 恩娘的嘴上还微微的笑着 说早饭早就摆出来了 等她们都等凉了 一个个的菜碟 却在她的手里变了分量 摆到桌面 都是砰砰的响声 喷的一声 喵 这是新做的腐乳啊 阿妮都挺喜欢的 喷的又一声响 这是烟石好久没有吃的遭鱼啊 喷的又是一声响 这是前几天做的鱼洞 尾道倒是越来越好了 烟石坐在八仙桌的正中 左边是恩娘 右边是婉玉 说着她一句也不想说的话 无碍是她第二个礼拜就去了大学 回国前她就收到了聘用合同 现在她看到办公桌和职位一样空着 等她来天 课程由她自己设计 科研科目也由她领先 校园空荡荡的 中考刚刚结束 暑假刚刚开始 家不是她的 是恩娘和婉玉以及佣人的 那么她的家 就在校园里了 甚至是在美国的会馆 在查理饭店 还有霞飞路周山路的几家咖啡馆 各个图书馆 都是她的卧室 她阅读 写稿子和睡梦从来混成一片 美国的留学生朋友圈子 似乎直接就搬回了这些地方 只是换了场景而已 大家的做派 因为回到了中国 反而更加美国起来 连校伙都跟回来了 绝世调子也跟着回来 只是乐手的面孔和颜色不同 对所有人来说 喜爱露烟石是太容易的事情 好模样 好性情 给她一记小亏吃 她总是舒服的吃尽 无论谁拿来一个瓷瓶或者是画轴 稍加怂恿就会在露烟石这里成交 相中烟石的贵重钢笔啊 或者是太阳镜啊 也很好办 几个人设个局 狂她玩一把 一阵嘻嘻哈哈 就会让她输掉 这些笔或者是眼镜 因此会馆或学校的 这个密斯那个密斯都宠着烟石 把烟石宠成了一个 七尺的大矛头 回到恩娘和婉玉的家 她倒是常常坐立不适 不知什么时候 一辆五成新的轿车 剃掉了黄包车 她还添了一个女儿 掩饰下 这一下 彻底落在天井里了 有了孩子啼哭和奶器的房子 更不是她的家了 反正她很少在家里用工 女人们对她的书房 也不那么恭敬了 冬天放一个大火盆 外面照一个更大的铁丝罩 书房就成了尿布的烘香 烟石有时会感到一阵的情慌啊 因为她有时候一转脸 怎么连婉玉的模样都不记得了 而她露烟石 是有着照相一般记忆里的人呢 这无碍 成全了多少男人呢 也会成就她露烟石吗 就是在公共租界一个奥地利的咖啡馆里 露烟石碰到了大卫围 大卫围已经不是她在美国的样子了 西装像是昨晚坐过的睡衣 一张长方的脸受成了橄榄型 这个脸型如果搁在女人身上 倒是不难看的 但是搁在男人的身上 就显得阴气逼人 算算这个人还不到三十 而眉心的皱纹 仿佛有六十多岁 并且这皱纹 经常为着非个人的伟大的愁苦 而紧紧的锁着 露烟石问大卫 怎么样 还好吗 她看出不好来了 因为此刻大卫围很饿 把左咖啡的奶油 都用小勺一点一点的喝光了 大卫用美国余下的那点直白说 不好 因为她一年多都没有工作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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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